2023年都有慈祭资助的六位护专学生毕业了 慈祭医疗团队特地举办感恩茶会 慰劳毕业生和家人 以及一直关怀守护他们的志工们 五位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结束后 带着家人一起出席 主要就是借他们的毕业当天 邀请他们的父母回来 然后趁着机会 感恩他们的父母一路以来的支持陪伴 毕业生轮流上前分享自己的感受 也透过奉茶来表达对父母最深切的感恩 从护专毕业 这一群毕业生也将到慈祭洗神中心服务 肩负起守护病人的责任与使命 我们会以一个中心所人手需求去做调配 其中一位会在槟城 另外一位在北海 另外三位在吉达 我将会被派去北海的慈祭洗神中心 被派去北海我觉得很开心 也我很期待以后能跟同事们一起工作 我也很期待那边的工作的环境 期待每一位毕业生发挥生命良能 奉献自我 守护生命 成为真正的百亿天使 大约新闻余少连 蔡迪根 马来西亚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大约新闻余少远